美国最近几个季度宏观经济情况不错 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吧 就业不错 消费更好 今年1月连制造业的PMI都起来超过50的融合线了 刚发的服务的PMI也是大少预期 美联储甚至预测 今年一季度的GDP环比能到4.3% 够猛吧 不过我最近在粉丝群也被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经济这么好 美国的通胀却是在下跌的 首先这个观察是对的 目前美国6个月的核心通胀PCE 已经跌到不到美联储的目标2%了 而且数据看起来还在走低 其实这次美国通胀起来 和历史上大部分时候的原因是一样的 就是供应的原因 大家应该还记得 前几年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的中断 以及之后的俄乌战争造成的 能源价格的飙涨对吧 不过最后这次美国通胀下来 和历史上大部分时候的原因还不一样 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通胀下来 都是因为需求得到了一致 需求下降 但是美国这次通胀下来 却是因为供应增加的原因 美联储最近发了个报告 说过去一年多核心的PCE下降 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于供应的增加 有三个方面 一是刚才说的这些供应链和地缘危机的缓解 二是海外像我们国家这样的副通胀 配合美元的升值呢 其实呢也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廉价的商品 最后啊 因为AI等的大量的应用造成美国的生产效率的提高 美联储的数据 美国去年四季度生产效率呢 就提高到了3.2% 超过了预期的2.5% 所以说中上所说 这次通胀是有点反直觉的 美国消费 很热 需求很高 大家觉得通胀的应该会起来 但是供应这边的增加的更多 所以说实际情况下通胀的反而是下降了